我覺得APIER是一個很ambitious的團隊 我們很願意挑戰一些有價值的 但是又有困難的問題 APIER是一個非常open-minded的團隊 我們鼓勵所有的同事 都要能夠抱持著開放的心胸 去聆聽不一樣的聲音 進而激浪出更好的創新的想法 APIER是一個很創新的團隊 有著永不放棄的精神 然後我們永遠堅定地 往世界頂尖去賣店 我一直都是很喜歡用AI去做出一些很酷 很新奇的東西的人 然後在美國的時候就想說未來想變成一個老師 其實我一直以來的夢想都是成為一個免疫科學家 但是人生就是這麼奇妙 你不知道什麼時間點會遇見什麼樣子的人 因而改變你的一生 在博士板塊B的時候遇到一群也很酷 然後也很有理想也很有抱負的一些朋友 那時候其實大家就感覺還蠻有默契的這樣 然後而且紫蘭它的專長跟我們專長都不一樣 想說如果大家可以配合在一起 大家可以分工可以做得很酷 所以我們就出來創業了 我們在波士頓創業的時候 其實因為在波士頓車庫是非常非常貴的 所以我們租了一個Fort Baron Apartment 然後在那邊開始了我們第一個辦公室 我一開始到美國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蠻平凡的學生 然後經過十年努力 在我的領域裡面做得還不錯 受到國際的認可 所以我覺得在亞洲有更多更多 也許像我 也許像我同伴一樣的人 所以我們決定回來 然後我們在這邊也找到很多很棒的同伴 一起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非常幸運的能夠拿到紅山資本成為我們第一個機構同資人 那其實當初這也是不在計畫中發生的美好的意外 在我們找到第一個business model 然後開始能夠有營收之後 我們決定去新加坡開設我們第一個海外辦公室 那在那個時間點我們是真的在電梯裡巧遇了紅山資本 那現在大家很流行說elevator pitch 但是我們真的在電梯裡做了公司人生中的第一個 pitch APIER在一個創業過程中 從一個很小的團隊 只有十個人到現在幾百個人的團隊 也有很多很棒的國際投資人 以及國際上面的人才相信我們加入我們 現在的APIER非常專注於亞洲市場的拓展 我們已經在亞洲十四個重要的城市都有我們的據點 APIER的理念就是Making AI Easy 希望AI能夠走入每個公司 幫助每個在工作崗位的人 能夠做更精準的決策 然後直距在他們大量的數據上 那我們現在有很龐大的資料庫 幫助我們的客戶在行銷領域裡面 做比較精準的行銷或跨屏幕的行銷 那現在我們有另外一個平台 能夠利用客戶的資料 結合我們是要做更好的商業決策和商業預測 幫助在每個工作崗位上的人 很容易的能夠把它每一個工作 能夠做得更精準更有效率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在今年 APIER第五年的這個時間點 被美國的Fortune Magazine 評選為引領全球AI革命的五十間企業之一 我們不是一次一非充天的工資 我們經歷了很多的失敗和實驗 因為這個經歷讓我們也鍛鍊了很強的心智 然後也非常務實踏實的做法 也希望未來五年我們能夠 每天都像創業的第一天 堅定踏實的走美一遍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